欢迎大家收看娱乐社媒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细搜小三练美食仪回复单身 暗示另一半出轨 转战内地平台晒身材西粉丝 黄嘉文闪报TubeTalk路腰晒长腿庆30岁生日 疑似富二代男友饥寒现身 欢乐满东华2023阿七无家遗体疑似婚变激动暴寒 因一例生果令夫妻闹娇 马国民汤洛文结婚婚礼酒店曝光 苏美岛五星级酒店行李 亲友机票酒店买单最少要45万 欢乐满东华2023曲战基于黄欣颖好好过生活计划 明年开演唱会与郑秀文争唱 请大家收看 细搜小三练美食仪回复单身 暗示另一半出轨 转战内地平台晒身材西粉丝 新岛日报 2020年上台前 DJ细搜被爆悲气偷食 扣炼美食两年半 已伤害了女方并导致她患上性病 细搜随后举家低调移居英国展开新生活 而炼美食则转战内地社交平台 改名为炼师傅 宣称要努力成为万能的师傅 炼美食一度升任上市公司主席 但后来决定辞去职务 投入个人事务中 炼美食近年改变了形象 刘长发并经常展示自己的性感身材 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许多关于人生和爱情的感悟 表达了对单身生活的喜爱 并暗示了对另一半出轨的不满 她不断吸引男网友的关注 充当自家产品的生招牌 并兼任美食扣 经常分享自己的探点经历 细搜是商台前DJ 她与妻子育有两个孩子 一直以好爸爸的形象示人 她在2020年被爆出与炼美食的婚外情 引起了广泛关注 细搜曾被指患有性病 并传染给了炼美食 她在事件曝光后公开道歉 并举家移居英国 近年来 她逐渐恢复了幕后工作 通过Patreon平台以音乐为之生计 细搜和炼美食的婚外情 让两人的形象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炼美食曾是一位成功的时装店主和扣 而细搜则是人们心目中的好男人形象 然而 他们的行为和选择 让人们对他们的人品产生了怀疑 尽管他们都试图走出阴影并重新开始 但似乎对于公众来说 他们的过去将一直与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黄家文闪曝Tube Talk陆腰晒长腿庆30岁生日 疑似富二代男友饥寒现身 新岛日报 港界冠军黄家文在他的生日派对上 意外曝光了与男友的合照 黄家文的男友名叫Jordan 是一位富二代 拥有英国University of Leeds的学历 并住在豪宅中 他们两人已经公开了恋人关系 并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彼此的互动 黄家文的生日派对举办在一个天台上 派对上还有烟花和香槟 他收到了男友送来的一大束粉红玫瑰 黄家文在他的生日长文中表达了对自己过去的成长 和对未来的期待 黄家文已拥有32C 23 34的娇人身材 而备受关注 他去年凭借聚集下流上车族中的角色 获得了更多的知名度 他的男友Jordan 是一名方案经理 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并住在富士豪宅中 他们两人都热爱运动和健身 并经常一起旅行和出海 黄家文的生日派对上 他还换了不同的服装以避免走光 黄家文在他的生日长文中 感谢自己的冒险精神和勇敢 并表达了对朋友们的感激之情 黄家文的生日派对是在一个天台上举办的 派对上有烟花和香槟 他收到了男友送来的一大束粉红玫瑰 黄家文在他的生日长文中 回顾了过去一年的经历 并表达了对自己的期待 和对未来的充满期待 他还感谢自己的朋友们 对他的无条件支持和爱护 黄家文表示 虽然他的相片太多 无法分享所有人的合照 但希望这个派对 为大家带来了难忘的晚上 欢乐满东华2023阿七吴嘉宜提疑似婚变激动爆喊 因一例生果令夫妻闹娇 新岛日报 一人吴嘉宜阿七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连创关于他婚姻的动态 引发了关于他婚姻是否出现问题的猜测 他在参加欢乐满东华2023时坦诚 与丈夫因为琐事争吵 其中一次甚至因为一颗草莓引发争执 他表示 丈夫只是发脾气 言语上有些不理智 但并没有伤害他 他说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他们会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阿七表示 他和丈夫已经交往了五年多 同居了四年多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欢喜冤家 他认为 丈夫最近工作压力大 导致情绪不稳定 他强调 丈夫并没有对他做出伤害 只是有时会发牢骚 冲动地说些话 他表示 他们是硬碰硬的人 但他也承认 他们需要更好的沟通和解决问题 阿七表示 他需要时间来冷静思考 会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加强夫妻之间的沟通 他感谢同事和曾志伟的鼓励 并表示他 希望成为一个普通人 不想被人们视为离婚后 他强调 丈夫有向他道歉 并表示 他们现在正在冷静中 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婚姻 总的来说 阿七在接受采访时 承认了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并表示 他们会努力解决 他表示 他们需要更好的沟通和理解对方 他会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尽管他们现在面临困难 但他仍然对他们的婚姻抱有信心 并希望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马国民 汤洛文结婚 婚礼酒店曝光 苏美岛五星级酒店行李 亲友机票酒店买单 最少要45万 星岛日报 马国民和汤洛文 在泰国苏美岛的一间豪华酒店 举行了童话式婚礼 并在Instagram上分享了婚礼照片 宣布正式成为夫妻 婚礼现场布满了白色鲜花 婚宴上还放了烟花 新郎马国民还公主 抱起爱奇旋转 浪漫指数爆表 婚礼场地是位于苏美岛西南边的 康瑞酒店 拥有81栋豪华别墅 全部面向海景 设有私人泳池和露台 非常奢华 根据酒店网站上的价格查询 淡季平日最便宜的套房价格 为17600泰铢 约3939港元 而最贵的400平方英尺套房 则要23552泰铢 约5730港元 到了圣诞节旺季 最贵的套房价格更高达33900泰铢 约7587港元一晚 连服务费和税款 总价更高达40239泰铢 约906港元一晚 据称 马国民和汤沃文这次宴请了约60位亲友 仅是亲友的机票和两碗酒店费用 就至少花了逾45万港元 马国民和汤沃文的婚礼场地 被描述为一个向海的地方 晚上他们在沙滩上举行了晚宴 现场还提供了相册 供宾客留言和祝福 整个婚礼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婚宴的布置中使用了大量的鲜花 马国民和汤沃文的婚礼 就像童话故事一样 他们的浪漫舞会和烟花 一起让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他们的婚礼场地 选择在苏美岛的Conrad酒店 这个地方不仅豪华而且浪漫 非常适合举办婚礼 欢乐满东华2023 许瞻寄黄欣尹好好过生活计划 明年开演唱会 与郑秀文争场 新岛日报 许瞻将在TVB慈善节目 欢乐满东华2023中担任表演嘉宾 与中年好声音的李佳和颜志恒合唱 他表示在彩排时一直告诉他们 不要紧张 好好享受 并回忆起自己参赛时的紧张感 许瞻本月23日将在澳门举行演唱会 并计划明年在香港开骚 他笑称 太太郑秀文是不常 两人互相照顾 至于黄欣尹的婚礼和父亲的离世 许志安表示希望他好好过生活 并表示没有看到他报涵的访问 朱志恒经历风波性与谢东明感情升华 谈结婚计划 一张指引代表低捏 新岛日报 TVB女艺人朱志恒近日接受采访 分享了离朝的心路历程和对未来的展望 他表示离开TVB是一个突然的决定 经过三个星期的考虑后才做出了决定 他感谢TVB监制罗永贤 给予他付出的机会 并表示自己已经展开了新的人生篇章 他也提到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称男友谢东明是他在这行业最大的收获之一 朱志恒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离开TVB的决定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而是在三个星期内考虑后做出的 他表示自己当时感到迷惘和不舍 但最终决定适时离开 他也承认公司多次与他沟通续约的事宜 但他有一只长期病患的狗狗 负担很大 所以决定离开 朱志恒也感谢TVB监制罗永贤 给予他付出的机会 他提到了在2018年拍摄《白色强人》时 罗永贤一直支持他 并在面对众人反对时仍然选择了他 让他有机会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 离开TVB后 朱志恒表示整个人变得豁然开朗 觉得自己展开了新的人生 朱志恒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他提到男友谢东敏是他在这行业最大的收获之一 两人是通过综艺节目认识的 因为共同喜欢狗儿结缘 他表示谢东敏有很多优点 包括心地好 有意气和真诚 经历2020年的感情考验后 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华 朱志恒感谢谢东敏一直陪伴和鼓励他 总的来说 朱志恒离开TVB是一个突然的决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做出 他感谢监制罗永贤 给予他付出的机会 并表示离开TVB后展开了新的人生 他也分享了自己的感情生活 称男友谢东敏是他在这行业最大的收获之一 马国民汤莫文结婚 唐诗永见证二哥娶妻喊足一日 提督欠大哥郑佳颖以19次回应 新岛日报 陈志恒今晚在文化中心为主演舞台剧 作家出道杀人事件演出 得到了好友唐诗永的支持 唐诗永在参加了马国民与汤莫文的婚礼后 今晚特地前来捧场 表示马民的婚礼既温馨又感动搞笑 他还大爆林子善最快喊 而自己也是喊了一整天才停下来 但全部都是开心的眼泪 他还表示只见过汤莫文一次 但经过婚礼上的了解 发现他非常细心 安排得很好 感到非常感动 至于陈志云 他为了这次演出特意减肥 已经成功减掉了30磅 还希望能再受5磅 他还表示希望能与唐诗永合作演出舞台剧 并表示舞台剧对演戏上有很大帮助 马国民与汤莫文的婚礼 在众多好友的见证下仍满举行 唐诗永表示 婚礼非常温馨感动且搞笑 从早上开始就忍不住喊 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看到每个细节和汤莫文的付出 自己感动得不停喊 他还提到虽然喊了一整天 但全部都是开心的眼泪 至于马国民的兄弟团 唐诗永表示 最重要的是马民觉得满意 其他人都没问题 他还大赞汤莫文的细心和能力 表示非常感动马国民 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妻子 陈志云参加了马国民与汤莫文的婚礼后 今晚将在文化中心演出舞台剧 他笑称 这是他五年来的第二次生日 在剧场度过 为了这次演出 他特意减肥 已经成功瘦了30磅 还希望能再瘦5磅 他还表示自己与江涛一样都是肥底 所以能剪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他还希望能与唐诗永合作演出舞台剧 并表示舞台剧对演戏上有很大帮助 欢乐满东华2023 汪明泉明泉之友会捐银纸聚宝箱 判打破往年筹20万记录 新岛日报 汪明泉阿姐透露在欢乐满东华2023活动中 他的粉丝团体明泉之友会捐出了价值19800人的聚宝箱 希望能筹集更多善款 他笑着说 过去至少筹到20万 希望这次能打破纪录 今晚有11人担任四一团 汪明泉表示 大家会轮流讲话 年轻人会承担比较重的任务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 有趣又不会太大压力 汪明泉透露 圣诞节他会留在香港 而罗嘉英正在日本 由于欢乐满东华活动改期 他未能与罗嘉英一起去日本旅行 他表示农历新年快到了 暂时不会在一起旅行 自己要准备做萝卜糕 他每年至少要做六十底 幸好今年有朋友的工厂帮忙 但他目前住在酒店 因为自己的房子正在装修 预计要到年初二才能搞定 此外 关锋鑫和父亲关礼节共舞 并且以致飞标筹款 关锋鑫笑着说 他们有跟跳舞老师学习舞蹈 而他们的优势是 可以在家练习 练完再给老师看进步 这次是他第一次与父亲一起跳舞 之前他们一起唱歌和去旅行 下次想一起拍剧 总之 欢乐满东华2023是一场筹款活动 光明权和其他明星 将通过不同的方式 为慈善事业贡献力量 他希望能筹集更多善款 打破以往的记录 同时 他也透露自己将留在香港过圣诞节 而罗嘉英正在日本 暂时不会在一起旅行 关锋鑫和父亲关里杰也在活动中展示了他们的舞蹈才华 并以致飞标筹款 秉鑫二代光环出道 谢金金打拼不懈怠 自由时报 谢金金以诸葛亮的女儿的身份在演艺圈中发展 他对于被人们称为诸葛亮的女儿并不感到压力 反而感到非常感激 他透露 诸葛亮当年亲自去唱片公司找老板时 因为没有戴假发 公司同事根本认不出他 甚至以为他是要闹事的神经病 谢金金笑着说 爸爸当时去了好几唱片公司 按了电铃 直接说要找老板 结果我们公司的总机第一时间根本认不出他 他去了三次才能见到老板 好几唱片公司的老板和诸葛亮是旧时 在诸葛亮的恳切请求下与谢金金签约 如今 谢金金发行了自己的第九章专辑《抢头香》 回望近十年的演艺之路 他希望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也扛起了照顾家人的责任 诸葛亮生前一直担心自己的单身女儿无人照顾 谢金金透露 最近有长辈介绍了一个在厦门工作的对象 但他还在观望中 他说 有没有结婚都无所谓 遇到合适的对象比较重要 他庆幸自己的母亲从来没有催促他结婚 刘俊谦带林品彤劈腿 陈亦涵贴关系复杂 自由时报 台片小小主要演员林品彤 陈亦涵 刘俊谦受访时表示 金马奖过后 关于林品彤的超狂背景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三人在片中展现出精湛演技 拍摄期间也建立了良好的交情 林品彤透露他和刘俊谦会一起练劈腿 而陈亦涵则戏称两人有复杂关系 让刘俊谦开玩笑地表示 想要离开 刘俊谦还被爆料 在拍摄一场泳池戏前 坐伏地挺身 以保持身材 林品彤则表示 每天看到金马奖座都会感到开心 导演靳佳华透露 昨天有长辈包场观影 人潮汹涌 小小已经全台上映 低潮哼吟将会惊取 熊美琳翻唱人情味 自由时报 熊美琳希望通过这张专辑 表达对丈夫林秋梨的思念和感激之情 同时也向陪伴她的亲友们表达感谢 她选择了人情味作为专辑的开头曲 需要能给听众带来一种起始的感觉 她透露 这次的诠释将会有一种与将会不同的风格 郑宜农自招赔钱货 狂磕巧克力输压 自由时报 台语歌后郑宜农将在明年1月举办三场巡回演唱会 她称这次演唱会的制作成本非常高 自己也会亏钱 近来 她在彩排时遇到了一些怪异的现象 让她只能通过吃巧克力来输压 此外 她还公布了演唱会的嘉宾振荣 邀请了奥雨山 纳乌瓦少女队以及Blueburn主唱赵广协共三组女性新锐音乐人 助阵开场 马修派瑞死因出炉 克他命导致殒命 自由时报 马修派瑞的死因是因为绿岸同极性作用引发的意外事故 她的体内含有高浓度的克他命 导致心血管受到过度刺激和呼吸抑制 马修曾有多年的吸毒和酗酒问题 但最后一次接受克他命输注是在过世前的一周半 目前尚不清楚他确切的摄取方式 邝明杰喊夏静廷罢 崩溃快疯了 自由时报 三绿八点当天到 左举办粉丝见面会 剧中演员谢成军 陈佩琪 江国斌 邝明杰 黄玉荣 陈谦文 林又欣等人热情出席 见面会上 邝明杰与陈佩琪更现场唱跳一段年轻不要留白 将气氛炒到最高点 邝明杰与夏静廷 在剧中扮演妇女 但实际上 两人仅相差两岁 让邝明杰一时反应不过来 崩溃喊 快疯了 陈佩琪和赖玉婷 两人前一档演母女 这回在天道成了姊妹 且还有手拉手的亲密互动 让她当场头皮发麻 黄玉荣剧中 演反太复仇 实话让她演到全身都是瘀青 还瘦了两公斤 谢成军笑说 她与周尼尔太熟了 如果要拍亲热戏太困难了 此话一出就被大家吐槽 说她都已经跟亮哲在 BL剧中亲热过 怎么会不行 此时谢成军才开玩笑说 那可以给我高一点的人选吗 林佑佳合体黄大伟 灌醉歌迷 放闪丁文奇 夸老婆怎么这么漂亮 自由时报 林佑佳昨晚在小巨蛋 举办第二场演唱会 她的昔日导师黄大伟 惊喜现身 与她合唱了你把我灌醉 林佑佳感谢黄大伟的支持 并表示这次演唱会更加有意义 此外 她的妻子丁文奇也到场应援 带着两个孩子一同到场 非常甜蜜 林佑佳在演唱会上透露 这是她在台湾巡演的倒数第二场 她承诺会为观众们唱满三个小时 希望能与大家一起哭一起笑 演唱会的后半段 林佑佳带来了长达13分钟的快歌组曲 小巨蛋瞬间成为大型派对现场 除了黄大伟 女团Baby and I&T也在演唱会上惊喜出演 与林佑佳一起嗨唱了一首歌曲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